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毅博资讯 延迟看第37届金鸡奖提名名单 听说这份重磅名单在部分地区 很是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豆瓣上 关于金鸡奖提名 年轻化和某些遗珠 影片未能入选的言论 此起彼伏 但就我最近局外人的身份看 和真正引起争议的百花相比 粉圈外对金鸡奖提名的整体认可度 依旧相对颇高 尤其是在满江红万里归途孤注一掷 剧组没有发百花提名的庆祝微博 却都发了金鸡提名的情况下 今年百花奖的风评更是岌岌可危了 关于金鸡奖讨论最激烈的莫过于演员奖项 尤其是影帝提名 在过去一周多时间里 所有影帝提名的讨论中 不论是造势也好 真心分析也罢 王毅博因为其流量身份 都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位 有些人不太理解 为什么一个二番的角色 越过众所皆知的演技派黄博提名 有些人则不太明白 为什么陈硕这种年轻角色 也会竞争影帝 总之 理由很多 豆瓣票组里震耳欲聋的 为什么从未缺席 虽然红薯和抖音上 则弥漫着去年 就该拿了的另一种声音 持有疑惑的人 其实是低估了热烈这部电影 和陈硕这个角色的难度 及艺术分量 事实上 受累于电影需要的大量舞系 热烈中王毅博饰演的陈硕 可能算得上是今年男主提名中 角色演绎难度最高的一个 热烈是一部关于霹雳舞的电影 里面涉及大量的高难度专业舞蹈动作 据导演大鹏介绍 电影中的舞蹈 皆由王毅博本人完成 电影圈能跳breaking的演员 只有王毅博 尽管他并不擅长这个舞种 但当大鹏询问街舞圈的时候 所有舞者一致推荐王毅博出演 这些高难度的专业动作 也的确给王毅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摔倒受伤算是常态 观众甚至在热烈花絮中 看到了他因为伤痛 而不得不打封闭的场景 或许因为王毅博本人 一向以跳舞厉害文明 以至于许多人忽视了他在这部电影中 提供给观众的是一种 他本人并不擅长 但结果却是顶级的肢体表现和艺术呈现 王毅博在电影中的表演是职业级的 肢体语言通过舞蹈赋予了 这部剧最灵魂的艺术 最核心的思想 从而成就了热烈这部街舞题材的电影 使其音乐成为国内舞蹈电影的代表 既往也有类似热烈这样的电影 如《舞动人生》中 男主角扮演者杰米贝尔 是一名专业的踢踏舞者 凭借优秀的表演和肢体呈现 他最终拿下第54届英国电影 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男主角奖 还有芭蕾电影《黑天鹅》 女主纳塔利波特曼凭借精湛 且高难度的芭蕾舞动作 甚至一举掌获了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奖 艺术的表现不止喜怒哀乐和台词 在演员的基本功声台行表当中 声乐和台词是对声音的运用和语言的表达 表演是通过动作和表情来传达情感和故事 而形体则是身体的控制和运用 评判一个演员的表现 不仅仅看他的台词和表情 还有他的形体动作 而王一博在电影《热烈》中贡献出的 是顶级的身体表现力和职业的角色塑造 可以这样说 王一博在热烈中的舞系部分 含金量十足 甚至可以做到傲视整个评讲期的所有男演员 整部电影的框架都是由这些高难度的职业级动作构造而成的 然后再往其中填入感情和故事 而这些填充的感情和故事 其中最打动人心的 是陈硕的执着追梦和血缘亲情 没错 陈硕在热烈中突出的不只是舞系 他的文系表现意识不容小觑 去年电影上映期间 一个关于陈硕和母亲的哭戏片段曾引爆抖音 点赞高达670万加 夸赞王一博演技的评论亦有几十万赞 这个哭戏片段在一个月前同样引爆微信视频号 十万加的点赞和喜爱数据并不是该视频受欢迎的上限 而是软件限制最多只能显示十万 再次证明了好的情感 表达不分时间地点 永远能被观众捕获并为之动容 在电影频道的节目中 业内专家也曾公开赞扬王一博在热烈中的文系表演 称之为本色当行 这个词最早出自南宋诗论家言与苍浪诗话 唯物乃为当行 乃为本色 即只有物才是内行 有物写出的诗才是本色 强调唯有发自内心的诗作才是本色 清代流体人甚至将词人李清照 推为古今本色当行第一人 后来这个词被用在比诗词形式更加灵活自由的元曲身上 观汉清就是戏曲史上本色当行的代表人物 明代王继德在曲律中曾言 曲之史 指本色一家 点名了本色在戏曲创作中的超然地位 这里的本色 同赃冒寻 原曲选序中的人习其方言 是萧綦本色是一个意思 都是强调用切合人物性格 身份 境遇的语言 来表现人与世的真实面貌 当行在戏曲发展中则逐渐有了更加广泛的寓意 声 淡 静 默 丑 不论是老生 小生 武生 还是轻衣 老淡 花淡 刀马淡 每一行当的表演及角色创造都要真实传神 符合剧中人物的年龄 身份 性格 职业及剧情发展 既要严格遵守该行的规范 也要符合人物内在的心理逻辑 才可谓知当行 本色当行员是评价诗词戏曲的用语 业内在这里借鉴用来评价王一博在热烈电影中的表演 内行 细腻 真实 自然 没有任何表演痕迹 却十足打动人心 用专家的原话来说 王一博不是在表演 而是在呼吸和生活 这个评价非常高 因为没有表演痕迹的表演向来是最高级的 也是业内最欣赏的 许多演技炸裂的科班生皆折戟沉沙于此 深陷在表演套路化的魔咒之中 去年王一博提名金鸡男配的叶先生 如颁奖词所说的 融合着自身浪漫而高贵的气质 而今年提名金鸡男主的陈硕 和既往的角色风格迥然不同 角色更加质朴接地气 表演更加自然生活化 这或许是他这个非科班演员的优势之一 所以说 对今年王一博提名金鸡奖影帝迟疑的人 根本不了解陈硕这个角色的难度和艺术效果 这是一个要求演员文武双全的角色 需要职业级的舞蹈塑造和自然生动的闻戏 二者缺一不可 事实上 去年王一博就凭借热烈提名金鸡最佳男演员奖 今年又以同样的作品提名金鸡最佳男主角奖 多次提名 就是业内评委对他陈硕这个角色演绎文武双全的一种肯定 毕竟 内于你找不出第二个能演陈硕的演员 这个角色难度太高 王一博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这在本次金鸡奖的所有提名男演员中都是极为特殊的存在 王一博能够出演陈硕 是热烈这部街舞电影的幸运 成就了舞蹈类电影一次非常成功的突破 当然 反过来讲 这对他本人而言也是一种幸运 量身定制的角色对演员来说可遇不可求 金鸡奖是任何演员都会为之心动的胜利果实 从我个人的欣赏角度来讲 是真心希望热烈陈硕能够在金鸡奖上有所收获的 毕竟能够同时扛下职业动作塑造 和引人共情文系的演员屈直可数 更何况他还这么年轻 当然 我也知道这很难 同样也是因为年轻 今年金鸡奖提名其实很有趣 让人很难第一时间预测结果 王一博 金八 雷佳音都是去年金鸡的老朋友 只是去年他们提的是男配 今年提的是男主 以至于有网友开玩笑说金鸡玩的是养成游戏 沈腾是今年百花落选时全网遗憾的好演员 林宝怡去年在白日之下中贡献了十分精彩的表演 而彭玉畅则是今年外号金鸡前哨金鹿奖的获得者 根据个人并不客观也不准确的分析看 最后拿奖可能在沈腾和王一博之间竞争 雷佳音在第二十条中的表现重规重矩 角色戏份都不够出彩 表演也无太多难度和突破 彭玉畅虽然在电影后半段的表现有痕迹太过嫌疑 但整体而言他在电影中的表现不错 只是同剧组的李更熙表现比他更好 李更熙有望拿下今年的女主奖 那么彭玉畅同时拿男主奖的概率就大大降低 沈腾在《飞驰人生二》中的表现比第一不好 虽然表演方式并无突破 但今年百花奖踢除沈腾让我私心很是不爽 希望金鸡能够弥补 历年金鸡奖都是优秀演员之间的沉默厮杀 今年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青年演员提名的占比不低 本次影地影后提名中共有五位年轻人 王一博 彭玉畅 张子峰 李更熙 周美军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彭玉畅刚过完三十岁生日 最小的周美军则刚过完二十岁生日 明显能看出金鸡奖对于电影新人的鼓励和期许 人才的梯队培养自是必要 从香港娱乐圈落寞中便能得到足够的教训 千帆进度 百葛征流 希望优秀的演员们 尤其是年轻的演员 都能得偿所愿 不负韶华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的新闻资讯